HR9 Pro Max,手机连线主机操作,先进入主机的主选单,点选Wi-Fi的部分就会启动主机的Wi-Fi,再到手机的页面点选设定,接着就会搜寻到5GHR9,输入右边主机的密码,按加入之后就会连到HR9 Pro Max的主机了。 再来回到PX CarLite App,这边会自动侦测软体更新,点选OK,点选右边更新的图示。 回到App主画面,按下加入Wi-Fi。 接着会看到后镜画面,左上角的图示是及时截图拍照,中间是前后镜的切换。 右边是麦克风收音,需要看主机里的档案,可以点选左边图示。 点进去5GHR9之后会看到主机里的档案,可以选择下载想要的档案。 档案就会下载到本机资料夹。 点开来后就可以看到所有下载的档案。 也可以直接点选做分享。 中间的图示是录影图示,可以在这边手动按录影。 亮红色指示灯表示正在录影。 绿灯表示没有在录影。 主机设定操作。 接下来介绍主萤幕。 左上角的REC是显示正在录影跟录影时间的长度。 左下角是速度的显示。 右上角是时间与日期的显示。 右下角的五个Icon分别是表示。 前进、后进、麦克风、GPS、记忆卡。 绿框表示目前连线都正常。 点选操作主选单的时候会停止录影。 在进入Wi-Fi的时候会自动开启Wi-Fi。 用手机搜寻5GHR9。 找寻到装置连线完成后再开启App, 就可以用App来进行操作。 循环录影的部分可以设定。 1分钟、3分钟、5分钟、预设是3分钟。 录影声音的部分预设是开启。 如果不想要录音也可以选择关闭。 音量的部分预设是中。 如果要调整音量, 可以依据选单调整大声、小声或是关闭。 GPS的部分, 点进去可以选择是否接收GPS。 会有GPS的讯号强度显示。 测速照相提醒可以选择。 单独提醒画面或是声音, 也可以选择全部提醒或是关闭提醒。 预设是全部提醒。 车速记录的部分, 可以选择在影片中是否记录车速。 时区的部分, 依照当地的时区来选择相应的时区, 台湾的时区是加8。 速度的部分是用KMH为预设, 如果有NPH的需求再进行调整。 自动切换的部分, 选择后镜的话是预设30秒后会自动切换成后镜。 如果不想看到荧幕可以选择省电。 30秒过后荧幕就会自动关闭显示。 左边关闭的部分是会关闭自动切换。 30秒过后仍然会维持恒亮, 不会自动切换。 荧幕亮度的部分, 预设是自动。 会依据光线自动调整荧幕亮度。 也可以选择手动自己做调整。 碰撞灵敏度的部分是依据主机的G-Sensor去启动档案是否锁挡。 有低、中、高或是关闭可以自行调整。 曝光调整可以调整前进后进的曝光值, 可以依照您的隔热指系数去做调整。 时间水映是在影片的记录中, 是否显示系统时间及车速的相关资讯。 按键指示灯是指在最下方的指示灯, 可以选择开启或是关闭。 OSD资讯是荧幕的资讯显示, 有日期时间、录影状态、车速显示, 都可以依据您的需求去做资讯显示的调整。 倒车线提醒是在倒车的时候是否需要倒车的辅助线, 可以开启或是关闭。 时间的部分可以自行做设定, 预设的时间是GPS接收到定位的时候会自动更新的时间。 频率的部分有50Hz与60Hz, 预设值是60Hz。 语系的部分预设值为繁体中文。 格式化提示的选项, 表示每间隔天数会定期提醒您做记忆卡格式化。 可以选择30天、60天或是关闭提示。 格式化就是针对当前的档案资料做清楚的动作。 建议定期做记忆卡格式化, 可以确保记忆卡写入的稳定性。 预设值是点选就可以回复成出场预设值。 程式版本有分组程式版本以及图资版本。 画面显示的是目前的版本, 之后如果有更新版本, 会放在大通官网或是手机APP可以直接做更新。 上下滑动主面板可以调整显示角度。 左右滑动可以手动调整萤幕显示亮度。 HR9 Pro Max, 双镜2K HDR防眩电子后视镜, 成为您夜间行车最安心可靠的坚实后盾。 MING PAO CANADA CANADA MING PAO UMAges